市场风险淡化,欧美股市涨升 基地恐怖组织首脑宾拉登遭击毙 国际投资市场利多解读 认为全球经济去除掉一颗不定时炸弹 市场风险性大大降低 日韩股市昨天大涨1.6% 德发股市昨天晚上年内开红 美股道琼指数开盘也涨63点 截至今天凌晨1点,仍在平盘以上 法人表示,昨天补价修饰的台股 今天有机会跟进补涨 不过宾拉登死讯,则让商品市场一度暴跌 因为国际情势回稳,热钱回流到美元 导致美元指数昨天一度升值0.3% 黄金等贵金属也因避险需求大减 卖压涌现 黄金从新高价每盎司1577美元急速下沙 最多暴跌36美元 白银狂跌5美元 重挫11% 西德州原油价格也下滑3美元 黄南永昌同步董事长出香声说 宾拉登死亡短期可视为利多 但恐怖组织是否有报复行为 引发油价反弹再冲高仍待观察 康河证券自营部总监廖继红说 台股走势仍要观察基本面 目前电子股因面临日震断链 及台币升值的压力 中长线不宜太乐观 倒是金融股受惠两岸利多 股价较稳定 可则优布局 众新闻综合报道